棒 但是還是躲不了被打出安打的命運 王維成第一顆球選擇出棒 也敲出個人在本場比賽第二支的安打 上來也積極的揮棒 感覺上好像 這兩次的攻擊 有點想說刻意把球給拉過來中右半邊 秋昊君也是過了一陣子才回到牛崩當中 強力的拉打這一次 Rosario對於自己的防守非常不滿意 他覺得有機會可以擋下來了 但第一時間試慣有沒有接得很好 哇 前面才稱讚 防守不錯 但是又愛一手出現的防守瑕疵 讓忠信兄弟再跑回一分啊 所以獅隊在這一次的防守上 右半邊好像被打了一點裂縫出現 但是我覺得一壘這邊 羅薩這個球比較強 可能也比較不好接 關鍵的應該還是在 獅怪有那個曲前 太早想要做傳球的運動作了 羅薩是有機會 但是那麼強的心情之下 很考驗他的一個反應能力 就在這邊 太急著要做下一個動作 卻我還沒確實接好 那眼神已經開始往本雷看了 哇 真的誇不得 才講說前面有不錯的防守 當然忠信兄弟這邊也做出非常好的 跑雷的判斷 7比2 一本4分就很難抓了 這一棒在右半邊 位置打得非常的不錯 一棒炸裂陳子豪 陳子豪在花蓮啊 又敲出拳打了 前一次是在2019年的時候 當時是打了江承諺 那2022年在花蓮 他是打了黃俊諺 那這一刀補下去 師隊在本場比賽可能要去耶 對 又是連續的安打 今年是先完成的 聖雅百轟的里程碑了 這顆球居然能夠拉到那個位置 他本來就攻擊就很有力量 一打出去應該就知道距離是夠了 就要看留在劍還是劍外 這會把速度夠快 今天在場上是出現了兩隻的蠢雷打 一左一右 都有顧到球迷朋友們 剩下中間了 呵呵 再看一次陳子豪 感覺這隻還是有點縮著手在打 王一辰有夠開心 旁邊的江蕊好像沒什麼反應了 可能會覺得說這就是他的日常 呵呵呵 哈囉大家好我是ChunChun 記得訂閱中信兄弟 官方YouTube頻道 還有Twitch喔 好... 4